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逃走 我不知道 怎么办 我没办法 这个女孩是一名女大学生 她换上工人服装潜入电子厂 打算在流水线上体验一个月的工厂生活 可刚过12天 她就已经彻底崩溃 失声痛哭 女孩名叫郭月涵 她用摄像机来记录真实的场面生活 她去的工厂是一家有30年历史的国营电子厂 有近千名新工人在这里工作 刚来第一天 她还对一切都充满好奇 和周围工友有说有笑 领头人告诉他们 这儿的作息比高三还要严格 工人们早上7点要准时洗漱 匆匆吃几口早饭就要奔向车间 换上统一功夫后 还要用金属探测棒搜身检查 为防止工人玩手机 开工前 所有人必须高呼 因为是第一天上班 郭月涵对周围十分新鲜 下班以后还对着镜头炫耀 说自己一天完成了33个部件 算是新工人中手快的了 可他们没注意到的是 旁边的工人重复着手里的动作 表情呆滞 像是一台台工作机器 工人们是不可能偷懒摸鱼的 因为一旦有水满了 铝带上的零件就会瞬间堆满 这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工资 到了第二天 郭月涵就开始不耐烦了 现在正值酷暑 宿舍没有风扇和良心 晚上十分难熬 他和老师说好话 想让他们找他一个小时 却被老师教训了一顿 郭月涵今天的工作是画线 重复了一整天的动作 画到最后使他的手指酸痛发胀 来这之前 本以为流水线的日子很轻松 没成想才做到下午 就觉得做不下去了 他们要从早上八点 一直工作到晚上九点 中午只有一个小时的午休 车间密密麻麻的都是摄像头 偷懒的下场 就是罚单伺候 就连上厕所都得跑出去 这时 郭月涵开始感慨 现在突然感觉 早睡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第三天 郭月涵听到了好几次男人的怒吼 用来发泄心里的压抑 可不管他喊得再大声 如同惊泪乍响 周围的工友也丝毫没有反应 依旧麻木地继续拧着螺丝 日复一日地在流水线上煎熬 此时车间仿佛一滩死水 机器的轰鸣声很快代替了乌野声 到了第四天 郭月涵已经笑不出来了 连续的加班让他没了分享的力气 只感觉累到脑袋都麻木了 今天厂里还发了两箱苹果 可这也让他们提不起兴趣 其实就是想早点睡觉 第五天 郭月涵已经适应这个新工作 手也不像之前那么疼了 但他却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晚上睡着了也是噩梦不断 醒来后 还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了担忧 上班第六天是一个周日 郭月涵却要在工厂加班 他自我安慰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可面对镜头他沉默良久 还是把想说的话全都咽进了肚子 郭月涵已经干了整一周了 周六 周日也都没有休息 还是在流水线上做工 今天他的状态很不好 表示自己思维逐渐麻木 再没心思考虑未来和其他 只想按时完成工作 为了弥补差距 他只能不停地做 此时的工作 在他看来已经成为了一种枷锁 工作中唯一的乐趣 就是和身边的人聊聊天 了解一下别人的故事 女工小梅是厂里的歌星 有着一副好歌喉 表演完这一段后 连纪录片导演都泽泽称赞 可被表扬的小梅也只是高兴了一下 脸上依旧显满了迷茫 未来的路还不知在何方 而女工蒋大姐 年轻时候可是南宁艺术学院的舞蹈戏画 当初关系要好的姐妹凭借曼妙身材 现在全都嫁给了有钱人 而她为了爱情早早地结了婚 看着姐妹们现在风衣足时 漂亮得好像二十几岁 她却为了生计四处奔波 岁月在她的脸上落下了无情的印记 和她们出去玩 别人聊的是美容和名牌 她聊的是柴米油盐 这样蒋大姐在姐妹面前根本抬不起头 那时就是这样想 你没钱无所谓啊 我喜欢你就好吧 是吧 但是如果说你在社会上磨练了几年 你就懂得了 选人要选 选家庭也要怎么样 第八天和第九天 时间流失开始变慢 越是期待下班 就越是度日如年 等到了第十天 郭月寒又开始重复之前的工作 虽然每次做的机型都不一样 但还是会觉得疲惫 明明睡得很早 却一直打不起精神 更令她窒息的是 因为场里断网 外界的一切似乎都和她没有关系 她感觉自己被无形的墙牢牢困住 别人进不来 她也出不去 又过了一天 郭月寒自己似乎适应了这种麻木的生活 状态也越来越差 不再有理想 她虽明白自己不是真的产线工人 可还是抵挡不了产线带给自己的压力 索性还有半个月她就可以离开这里 产线的一切也将和她没有关系 可她还是会想 如果自己真的是这里的工人 未来又该怎么办 没有精力 没有力气再去找话题和身边的工友去聊天 疲惫的状态下 你甚至就觉得 不想思考 就这么做下去吧 到第十二天的时候 郭月寒再次打开了录像机 她本来想要一个好的状态去录制 可最后还是提不起劲 流水线的工作和多日的烦心事 终于让她彻底崩溃 暴头痛哭 可她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一遍遍地重复着 自己好累 在这个地方 只有自己坚强 才能顶过日复一日的煎熬 这些流水线工人也是我们生活的缩影 大好年华就这样被悄悄消磨掉 他们的满腔热血 就在日复一日枯燥的工作中 被消磨殆尽 这群年轻人成了温水里的青蛙 他们迷茫又无助 不做这份工作的话 没学历没技术的他们又不知该喝去喝从 不过 生活需要营养 灵魂也需要营养 不断奔波是为了生活 但也可以停下来调整一下方向 可以休息一下 这和放弃没关系 大家有类似的经历或感受吗 可以在评论区积极讨论 喜欢视频的朋友长按点赞 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